看到感覺, 不是每個人都說 很好, 正好, 油膩膩, 你都說正不行 是說感覺 早上, 媽媽 早上 這是什麼魚 黃燥仔 黃燥仔, 不是紅衣嗎 因為有很多科 黃燥仔, 紅衣 黃燥, 不是黃燥 黃燥, 黃燥, 我不懂 這隻更甜 其實這些滾湯很甜 好了, 就選一個中國南瓜 加番茄 我是魚主員好, 大家好 剛才又見到我去魚檔買魚 還有買番茄, 南瓜 這檔魚, 真是從小買到大 今天滾紅衣湯 你看這些紅衣魚, 燒頭早上買魚 就是這樣 嘩, 條條都釣的 那你說是不是海魚, 是不是新鮮 那告訴大家, 紅衣魚有很多品種 我哪知道 我問了他幾次, 他就說是 黃燥仔, 品種不要緊 你看到他很新鮮 不妨可以去哪裏 不過, 有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通常你用這樣的價錢 買到這麼多魚 都要親力親為自己做 不過不要緊 大家如果有看過我滾湯 隔魚, 紅衣, 石狗公 我都是自己湯 為什麼呢 因為小朋友幾歲的時候 我就是天天買魚滾湯給他們 魚湯很重要 對於一個小朋友和一些女人 我經常都說 尤其是你年輕 二十多歲的女人 或一些小朋友 很有營養 皮膚很好 喝得多 將來, 將來 將來大過了 那個腦筋更靈活 是事實來的 不要緊 馬上湯魚給大家看 其實當然是買大條一點好 不過沒有所謂 這麼熟, 就自己做多一點 譬如他和你湯一起的 你就不用 我湯一兩條給大家看 然後我慢慢湯 湯衣這些紅衣魚 最重要是先蓋一輪 這樣慢慢刮 不用太緊張 因為有時候很多事情 你要做才知道 家企煮飯很多時候都要的 這些 你看到這麼漂亮 它又不一樣的湯 你不買嗎 沒辦法了 回來學習 慢慢 慢慢 先刮完這些鱗 很簡單 在筷子裡拔起來 很漂亮 這些筷子是紅色的 有些黑色的已經不漂亮 大家看看這些筷子 很漂亮 你先證明新鮮 這個湯一定要 這裡拔一刀 先打開筷子 先打開肚子 你不用怕開爛 有一個滾湯 都是爛的 裡面的腸 不用怕它會不會髒 因為你煮食 開頭很髒很髒 你都要學習 你現在二十歲 當你五十歲的時候 會濕濕 慢慢學習 慢慢刮出來就可以了 稍後用水洗就可以了 最後一條 想吃新鮮的 真的要付出 你看看所有的魚腸 那些工具都出來了 其實不用怕 每個人都有開頭階段 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 真的 哎呀 鬥到不敢鬥 當你做一下 你見到子女老婆 經常喝 你很開心 洗就是要逐條逐條 洗 看看 擠一下它 最重要是內臟 在這些 撿一下它 在這些 在這些 撿一下它 在這些 這個不好了 很簡單 那我洗好了 再跟大家說 那些紅衫洗乾淨 都在瀝水的時候 要比較薑 你連皮都可以 滾湯 一定要拍一下薑 它才會出味 就算你切薑片也好 它都不這樣 不要拍過薑 就出味比較差 拍一下它 一會兒 湯的薑味就好些 我們放一點油 因為你不煎透 那些紅衫魚 一會兒那個湯 就是不白的 首先 先把紅衫魚 倒進去煎一下 這裡大約 一斤半至兩斤 兩斤 你可以 不用一頓喝光 有時這些湯 可以滾起了 分兩天喝 非常之好 魚湯 最有益 尤其是紅衫魚 這些粉粽很多 現在很便宜 如果一條大紅衫魚 現在要四個半 五元一兩 可以買這些魚仔 如果它肯和你湯 貴一點也不要緊 如果它不肯和你湯 你看到這麼新鮮 要慢慢做 今天做一個小時 下一次就做九個次 第三次半個小時 第四次 你覺得很輕易 只要慢慢做就可以了 隔壁要煮定一鍋水 要來撞下去煮湯 其實新鮮的魚 這樣煎 你聞到香味 現在你可以翻一下 沒有所謂 翻爛也可以 炒爛也可以 因為我們是煮湯 我不是要煎來吃 最重要是煎厚一點 煎厚一點 它才會煮到魚 現在煮的時候 這兩塊薑 再放進去 讓它再炒一炒 煎一煎 煮一煎 煮滾一點水 大約接近兩斤 三斤 煮多一點水 也不要緊 因為要煮一下 這些 大約這裡也有三升水 好了 現在開大火 這裡開大火 要煮到奶白色的魚湯 有幾個原則 如果你現在把魚放進去 這樣煮 根本 是不會有奶白色的 要用煮水撞下去 煮 絕有 除非魚冷了十天 已經不是新鮮魚 怎樣煮都沒有 開大火 撞點煮水 讓它慢慢煮 煮 大約三斤水 讓它慢慢煮 其實這個魚湯 煮了十五至二十分鐘 就可以了 它會煮白色 待會 紅三魚就最好的 當然 你可以買到石狗公 隔魚 那些 你就可以做 一樣可以 不過如果你說經濟實位 紅三海魚 這麼新鮮 值得一煮 現在有預期過了 是吃海魚的時間 你快點吃 因為幾個月後 它又不能吃 如果有機會做到 就盡量做 煮到 起泡的時候 收回小火 這樣煮 滾十五分鐘 再跟大家說 一會 雞尾 一起煮 潰水 白色 好 很多時候 將這些南瓜和番茄一起煮 但是這樣煮 再加入骨頭 那時候南瓜都沒得吃 反過來我先把湯滾好 我滾好湯滾到南瓜蕃茄套 滾到十分鐘 就什麼都吃齊了 用隔篩的隔湯 這是糯米的 那時候糯米雞用來蒸糯米 幾壞呀 洗完之後我用火燒燒 差點燒焦 好想沒問題 這些沒問題的 這樣放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預備 早點拿去 原來灶頭太窄了 我要拿過來這邊 不要緊啦 這裡一樣的 這個就拿過去 煮十分鐘 拿過來 現在就這樣 煮滾了煮十分鐘 是不是比魚袋好 你看看魚色 香得不得了 這麼多南瓜 這麼多蕃茄 你想不甜也挺難 我一點味都沒放 就算我滾好也不放鹽 再跟大家說 好 現在你看到裡面已經滾了 要小心一點 煮滾滾 現在這樣 先關小火 這種玻璃煮 我真的喜歡的 很熱的 這樣攪拌 攪拌 用這個火 煮滾十分鐘左右 你看看 南瓜融化的時候 番茄融化的時候 在湯裡很棒 十分鐘後再跟大家說 這樣又煮滾了十分鐘 你看看 什麼顏色 全部都融入了 已經完成了 這個湯 真的看得到OK 你看看 南瓜和番茄 融入了 魚湯 好 我們拿過來這邊 說 拿過來這裡 不敢拿出去 太熱了 先打開 嘩 真是很坦白說 這個 南瓜 紅三魚湯 番茄 你看看這個湯 其實很多時候 我怎麼說好飲 怎樣正 都沒用 你們看到的感覺 不是每個人都說 好好正 油膩 你都說正 不可以的 是說感覺 這個南瓜魚湯 其實所有的材料都融入去了 就算你叫小朋友喝 也說 吃南瓜 吃番茄 是不需要的 你這樣煮 不用夾骨 不用吃 又可以吃完 南瓜 番茄 但又融入在湯裡 真的很好 希望大家給點耐性 試一下我這個程序和方法 雖然 是有些功夫的 要自己煮魚 但是 你如果有一些 你買一些大條一點的 叫它煮熟 貴一點點 都不要緊 放足料去煮 你看看 不是很價值 你現在煮的骨湯 骨頭都五六十元 那你煮的魚湯 分開兩日至三日喝 你說何樂而不為 現在這樣的天氣 是喝這些湯的時候 喝這些海魚湯 你有甚麼好得到 你說 我以前也煮很多 這個南瓜番茄湯 漂亮到這樣的 我說它多差 多好 都沒有用 其實大家都憑感覺 聞到都已經香噴噴 一顆骨頭都沒有 你看看 真是很棒 不是跟你說笑 真是棒 那希望大家 有機會都試一下 用我這個方法 跟我這個程序 試一次 以後 煮這些魚湯 你就覺得 沒有難度 希望大家都喜歡 多謝你們 多謝 多謝大家訂閱 愈煮愈好 不如給大家看 我買了些甚麼 首先就是 生果 糯米糍 這裡糯米糍是 五十元三磅 我一隻手拿機 這些糯米糍 是否真的糯米糍呢 五十元三磅 我先撕一顆給大家看 先偷一顆吃一下 先看 OK